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将喜庆欢乐的气氛推向高潮 每逢重大节庆活动 香港都有武师的习俗 日前 18只武师在西九高铁站欢腾跳跃 庆祝香港回归25周年的画面 吸引了海内外众多观众的目光 我们差不多出动了60人去参与这个演出 舞动了18只狮子 其实18就是意头很好 是实法这样的 广东话18就是意识是这样 然后国家会继续兴旺 我们都希望透过这个传统的技艺 传送我们的精神在里面 参与表演的团队名叫夏国璋龙师团 成名于中国香港 曾拥夺11次世界狮王争霸赛冠军 也因此被称为世界狮王 作为团队总教练的夏静文之言 武师技艺讲求身形与步伐 狮子舞的好全在于神形兼备 其实狮子的好坏其实就是在乎个狮的形态 狮子去表达一个故事性的动作去给你看 它不会透过一个说话的技巧 令到你知道它做什么 是用狮子的形态眼神 去找些什么想吃的东西 这样去表现出那个狮子的形态 如果这狮子是令到你明白那个故事里面 那这个就是那个最最漂亮的表现 要将狮子舞的活灵活现绝非易事 四岁学武师 夏静文如今已入行三十余载 在他眼中 武师人的艰辛在于日复一日的情学苦练 其实最艰苦的部分就是要练功底 那你首先要练了技巧 那你要重复又重复地练习 又不是练一次就可以成功 那你要练过无数的挫折 失败 那练到人的默契 丝头丝尾的配合 那你才可以发挥到那个技术的水平 武师活动在香港历史悠久 香港地少人多 建筑物密集 因此春节期间不允许人放爆竹 但香港人喜爱热闹 因而武师就成了美风佳节的固定节目 随着时代变迁 龙师团舞的狮子 也随流行文化不断咳心流变 以前都是以一些比较三角演义里面的人物 以刘关章为主 刘鼻就是王者之风 关公就是红黑 中义人用 张飞丝就是耗用斗狠 时至今日就有很多不同颜色的狮子 譬如有金色红色 代表一些开章的时候 有金银满屋 同运当头 武师有南北之分 分为南师和北师 近年来 学着不同城市间人文交流的加深 南北交融互建 催生了更多创新的表演形式和玩法 也让武师益处的内涵更为丰富多元 其实我们在1984年左右 就开始引入这个南师北舞 就以南师的传统技艺 配合北师的舞法 用它们的技巧 令到这些狮子更加灵活 更加表现得好的精彩 其实以前我们一路的传统里面 就是狮子上楼台 就是跳下桌椅 时至去到90年代初期 我们就用一处晴天 就是扒枝高杆 也都去到15、6尺高度 去舞动 令到那个狮子更加灵活 更加多的色彩 去表演给人看 让传统艺术 走进人们的生活 一直是夏静雯的愿望 武师这项传统技艺 在香港经过长时间的发展 而历久迷心 他开始越来越多 进入学校和社区 成为市民一项新的体验活动 我们有90年代初期 就在学校里面去做一些推广 就是希望令到一些年轻的一辈 是更加容易可以接触到 这个武师的技艺 亦都可以传承到我们中华的文化 我们每一年都会搞一些学界的 武师比赛 邀请不同的学校 是用了技术去交流 令到他们可以更加增强自信心 亦都可以误练到他们的团队精神